在現在全球有四個火山正在進行噴發 這是否代表著地球表面 將會有比較大的異動狀況出現呢 其實火山噴發的當下 最恐怖的不是火山噴出來的熔岩 而是哪火山灰啊 真的太詭異了 這近來兩個禮拜之間 莫名其妙的是全世界各州 四大火山同時陸陸續續開始在噴發 不約而同的 對 不約而同 真的非常非常奇怪 像上禮拜五 上禮拜五大洋洲 巴布亞新井內亞它的陶魯火山 它就造成一個非常大的噴發 而且那次這次噴發呢 多麼的可怕 它那個火山的火山灰呢 直接衝到天空 衝到多少 衝到一萬八千多公尺 衝這麼高啊 那像高空的航班全部都已經受到影響了 沒有錯 所以呢 澳洲航空Quantas航空 它飛往澳洲的航班全部改道 而且巴布亞新井內亞政府的當場 就是通知所有航空是一定要繞到 因為非常非常危險 你看那個火山現在噴發的時候 你看到火山灰飛 整個衝上去的速度多麼快啊 非常快 而且這剛好是什麼 剛好是這個遊客的英國遊客 哇你看 噴發瞬間有沒有看到 整個爆炸開之後 那個氣爆整個往上衝上去 從那裡之外 連上面的雲看到沒有 雲呢還被炸開 你看到上面的雲 看到沒有 天空的雲呢 因為這個火山的氣爆整個雲還被炸開 然後整個爆炸的聲音呢 就是什麼 跟一個加龍炮 啪嚷一聲 這麼大聲 很大聲 非常非常可怕 你看到沒有 再仔細看一遍喔 它那整個噴上來之後 它就會砰一聲 非常非常可怕 就像加龍炮一樣 另外呢 就是像這樣子 而且你想想看 這攝影機還是非常遠的距離 拍攝從海面上拍攝的 沒有錯 像這個陶魯火山爆發的時候 這個遊客呢 離它很遠喔 很遠的時候 整個船呢 是非常非常劇烈的搖動 這個是大洋洲的部分 結果呢 無獨有偶的 就在差不多上個月月底的時候 冰島的巴德本家火山呢 它又有噴發了 冰島的也噴發了 冰島噴發的時候呢 附近幾個國家開始緊張 尤其英國非常非常緊張 因為好幾年前的時候 冰島的噴發就造成 整個北歐航班全部受到影響 沒有錯 當時冰島火山噴發的時候 倫敦機場因為這樣關閉了七天 倫敦機場很少關閉那麼久的 那這一次它噴發 它的整個裂縫呢 從那個高達1.6公里長的裂縫 噴出來岩漿 光它岩漿噴出來 你看這個畫面呢 高達30公尺 這紅色岩漿噴30公尺 它的火山的煙灰呢 現在噴上去到不將近 5000公尺高 也噴得很高耶 因為它這個還不是最大的噴發 像之前那次大噴發一樣 所以大家現在密切在注意 它這個的情況 另外呢 就要離我們近一點的 印尼爪哇島 斯拉美特火山 它也在8月底的時候呢 噴發了 開始就整個 就是開始噴出很多的岩漿 大家看到沒有 這就是印尼政府呢 這火山也在噴發了 也在噴發 對印尼政府也對它的實質 非常嚴面的監控 停止附近所有的登山旅遊活動 那整個區域化為警戒區 旁邊所有村莊呢開始嵌春 表示呢這個火山呢也蠢蠢欲動 那另外呢 最早的是8月21號 8月21號呢 南美洲的俄瓜多 土古拉瓦火山呢 它也噴發出來 那整個它附近小鎮呢 開始也在撤離很多地震 而且他們說 因為火山灰又是衝到高空當中 又可能會降落在城市裡面啊 沒有錯了 因為俄瓜多這國家非常非常特別 它這個國家呢 我們稱為它做地球的十字架 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以海洋來看的話 俄瓜多它剛好是呢 大西洋跟太平洋的交界處 那另外如果說以北美洲跟南美洲呢 它又是在北美洲跟南美洲的交界處 所以你說俄瓜多剛好是這個 十字的中心點 沒有錯 而且俄瓜多的首都基多 剛好又是次到經過的地方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地方 而且俄瓜多它其實 它最首都基多最有名的是什麼 皮塔青火山 皮塔青火山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 可是呢 它曾經在1999年發生過大噴發 那個它噴發的時候多誇張 當時整個大噴發之後 降下來的火山灰 它覆蓋了整個它的首都基多 不誇張 真的它的那個火山灰呢 積的多高讓你猜 積的大概十公里嗎 它的火山灰大概積到我的腰這麼高 等一下 到你的腰 到你的腰那已經是這樣子 已經有100公分左右了 100多公分 想想看 那這個火山灰 降下來火山灰 噴到天上噴了十公里高 結果落下來的火山灰 到了100公分這麼高 整個基多的整個首都基多城 它底下火山灰呢 是積的差不多半個人高 但是你想想看 這麼快的速度 積的這麼高 那豈不是就像龐貝城一樣 有可能整個城市被淹沒掉 沒有錯 而且呢 這個在火山灰大噴發的時候 他們當地人說呢 它那個晚上在 就白天在開車的時候 像晚上一樣 它必須要開燈 因為呢 灰實在太重了 把整個太陽全部遮住了 整個城市像黑的一樣 另外 這火山灰非常非常細 所以呢你戴口罩是沒辦法的 除非要戴上N95這種醫療性口罩 否則灰就會進到你的肺部 對 他說縱使戴的是N95這種醫療口罩 還是整個鼻孔呢 全部都是灰 嗯 而且這灰非常非常難洗 只要一碰到 又下雨的話完蛋了 因為它非常的細 對 火山灰非常非常的細 然後變泥流了 然後全部變泥流之外 它會整個結塊 所以你根本沒辦法清 甚至你開車沒辦法開 所以呢 現在整個二瓜多 他們都聽到火山噴發 他們現在整個二瓜多 全國都在戒備